主席 主席我想請部長跟台電的董事長 還有言能會的主委 我們請部長還有黃董事長 還有言能會的蔡主委 那個部長 那個過完年 是 黃委員你好 部長早 過完年我們就看到就是 我們電力公司丟了一個震撼彈 說要把我們的核匯料 送到海外去處理 當我們看到這樣的新聞的時候 我們都嚇一跳 因為我們看的大概 我們準備要花包 花包112億的預算是不是 要處理這個核匯料 112億是的 112億 換句話講 我們就是從現在開始 花包20年內 2年20年後的預算 來處理這件事 這樣你認為合理嗎 是 報告委員 這個核廢料 用過的這個核燃料 必須要處理 我們大家當然都必須面對 這個社會必須面對這個問題 那麼現在就是先拿其中的這個 先處理其中的300數 我們看看 這個把它送到國外去處理 這個可行性是怎麼樣 你做過評估嗎 還是你一下子就公告這件事 我們在台電 在經濟部 都有事先 都有相當完整的思考 什麼思考 就是對於整個計畫 你們有找學者專家 大家來討論嗎 我想 我今天一個最重要的一件事 你今天我們這一屆的立委 就只到今年 明年的2月1號 我們就結束了 對不對 那你現在可以公告一個20年的計畫 然後我們核廢料這個基金 在整個的基金的預算 我們是沒有法制化的 我們經常對這件事 過去以前 現在立法院都有意見 我們可以做這樣子的一個花包嗎 這是第一個我要請問的 20年 這樣子合理嗎 這樣的預算合理嗎 鮑威 他現在當然現在就開始招標 但是他執行的期間當然會很長 因為他有20年以後 他才會把那個剩下的這些 殘餘的這些物資送回台灣來 所以他執行的期間很長 那這個當中 部長我們連他送回來的東西 我們都反對 你們最近不是已經更改合約了嗎 是 對 我們當時大家都反對 包括幼啦什麼 都不希望他運回來台灣嘛 那為什麼你們第一次是讓他們運回來 第二次現在又做修改 所以我想部長 很基礎的一件事 我們對這個核能的 核廢料的這個基金 可以說整個的管理沒有法制化 那事實上這件事在立法院 大家已經講了非常非常久的一段時間 那為什麼我們在這一屆的立法院即將結束 我們今年要改選大家都知道 你們為什麼要公告這樣子的一個海外的處理招標 而且招標就是20年 這是什麼理由 這個理由你總該跟我們的國人講清楚吧 是應當的 我們是應該跟各界都講清楚這個案子 我講的委員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我們必須要把這個事情講得清楚 那現在就是處理其中的300數 我們沒有預算 我們沒有預算可以花包嗎 預算它現在是經過 我們今年的預算只有16點多億 不到17億 我們不到17億的預算 我們今年 是 今年要執行的部分 那為什麼我們可以花包一個 一百十幾億的預算呢 它是當然陸續執行下去 我想我們在這裡提出強烈的一個抗議 而且我們也認為我們不應該做這樣子的一個花包的工作 我們希望部長這裡能夠要求台電撤回這樣子的一個公告 我們準備什麼時候要花包 是 它現在又延長28天了嘛 延長28天到4月 延長28天到哪一天 4月9號決標 4月9號它招標的期限到了 4月9號之前 我們要求經濟部取消這樣子的一個公告 因為我們今年的預算只有16.95億 我們今年的預算不是112億 所以我們要求經濟部來處理 我們認為我們整個核後端基金 不應該在沒有法治化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下 做這樣子的一個招標工作 我想部長我們幾位教授提了一個希望他法治化的案子 你也看過 包括台電也看過 那如果我們今天在沒有預算的狀況下 沒有法治化的狀況下 而做這樣子的一個決定 我們認為這是違法的 我們希望經濟部能夠處理 包委員 我想這邊跟您報告一下 我們當然都尋著這個計劃 他都經過各單位 我想再怎麼樣的一個計劃 這麼重大的計劃 一個20年的計劃 你沒有任何的公聽會 沒有任何的討論 然後你們就去公告 我們經濟委員會在這裡幹什麼 我們經濟委員會不會在這裡睡覺吧 我們經濟委員會不會在這裡睡覺吧 那陳明委員我們大家都很丟臉 我們才剛剛省的預算 你們是16.95億 結果你們今天要花包112億 這是什麼世界啊 所以我想 部長我們強烈的表達 我們反對的意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前兩天我看到 我想今天這個教授應該有來 葉宗光教授是不是 今天有來這裡嗎 我能不能請教你 我可不可以請教你 葉教授 葉教授 本席要請教你 我前兩天看到報紙上講 我們最近不是沒有水嗎 然後我們在這個核電存會的時候 你應該算是我們的監督小組的專家嘛 對不對 那你今天你特別建議說 如果今天今年的夏天 電力被轉容量真的亮紅燈 你建議台電不要像去年一樣 啟動緊急發電就電機的救急 要限電就限電 要跳電就跳電 是這樣子嗎 對 這裡跟委員說明一下 原來這個記者在採訪我的時候 我是跟他這樣子說明的 因為去年發生這個到了9月的時候 特別到了9月中 其實這個情形在6月也發生過 7月也發生過 到了9月的時候又重複的發生 就是我們的被轉容量率 只剩下3.44%這樣子的一個數值 到在那個時期的時候 好沒關係 來 他必須要讓這個 其他不是正常使用的這個發電裝置 都能夠啟動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在核電廠的這個氣溫熱門機 在那個時候都要進來發電 教授我的時間有限 你的確給經濟部這樣子的一個建議嗎 我沒有給經濟部這樣子的一個建議 這純粹是我的個人意見 你是個人意見 對在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 我提出這樣子的一個看法 但是教授你知道這樣子的一個講法 對我們台灣人民來講是一個恐嚇 你知道嗎 蛤 我有被恐嚇的感覺 部長 我要請教部長 部長你同意教授這樣的講法嗎 就是說 如果我們今年夏天 你剛剛有聽到我的問題吧 對不起 您可不可以再更更 你剛剛一大堆人在那邊跟你滴滴刮啦的 我覺得這樣對我很不尊重 你知道嗎 對不起 這樣對我很不尊重 我時間快到了 就是葉教授建議說 如果我們今年夏天的被載容量 亮紅燈的時候 台電不要像去年一樣 又啟動緊急發電救急 要限電就限電 要跳電就跳電 部長你同意這樣子做好嗎 你會這樣子做嗎 我尊重那個葉教授的那個看法 但是就台電而言 就我們來提供 台電會這樣子做嗎 應該要避免對民生造成任何影響 應該要避免 所以我想 要盡最大的努力啊 來提供一個足夠的一個高品質的用電 這個是他們的責任 對 所以部長你反對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我們絕對不允許台電做這樣子的事情 對不對 我們不應該 台電應該盡量努力 那個成本是很貴的 我想在夏天緊急的時候我們會啟動 部長跟董事長 很簡單一件事 水電 這本來就是我們經濟部必須要做的 今天我尊重葉教授的講法 但是他這樣子的一個講法 讓我有被恐嚇的感覺 我覺得被恐嚇的感覺不好 同時我必須要提醒部長跟董事長 因為如果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大家對核能大家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我們不斷的有這樣子的一個信息出來的話 我覺得對我們台灣人民的感受不好 這是第一個 因為我時間快到 第二個我要提醒我們的部長跟董事長 我想前一段時間有幾位教授 我也請部長大家來討論過 我們認為核後端基金要怎麼樣來做 一定要有一個法制化 而不是任由我們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來做 如果今天我們在即將 要我們國會即將改選的時間 我們做這麼重大的決定 而沒有經過公聽會 也沒有經過討論的話 我想我們會面臨最嚴苛的一個考驗 所以我具體跟部長跟董事長做建議 我們希望我們能夠在這個部分 再做一些公聽會 再做一些理性的討論 解決這個問題 以上謝謝 好接下來我們請寧太華為 主席有請部長 有請審計部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